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诚零二十日凌晨在微博晒出一张自拍照 发文对粉丝们说自己刚刚提搭广州的酒店 想要提前跟你们说声抱歉 她表示因为这集天重感冒 加上为了了不起舞社的舞台排练 所以没有休息够 因此声音到现在还是哑的 她也像粉丝喊话我还是会尽力 如有不完美你们也知道这不是我平常的水智 后来她分享在了不起舞社中的舞蹈影片 发文写到在往热爱的路迈进的同时 一路走来有许多杂音 但我依然要说即使明年奔四了 老娘还是会一直跳下去 让我们都与自己和解吧 对于近日有些网友批评她跳舞时 表情太过用力做出回应 她有许多粉丝看到贴文后 也纷纷留言写下温暖的字句 为她将要打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